封指的上傳的速度跟封指的下傳的速度 我們都是全世界第一 所以我們台灣在投資5G上面 已經花了很多的功夫很多的功力 我希望能夠5G的應用能夠在將來2025年 估計全世界會有將近18億個 devices來使用 那假如5G的應用這樣下去的話 它低延遲 所以我們就有很多的應用 巡檢是不是有不應該存在的那些物品在那個地方 一個巡檢用戴了一個智慧眼鏡 一走過去高星期的這個影像 馬上回傳到我們的中控中心 中控中心因為它有經過學習 它有Edge Computing 我們所謂的邊緣運算 它一分析這個統治不應該在那個時候 出現在這個地方 馬上會巡檢人家說 這個有問題 所以巡檢這個應用 就是對一個我們現在目前對安全來講 是一個最大的和最大的應用 對Modella 市場所說 公司有些人的工具 releases 我躺下這個地鐵 和汽車延遍 很以來 是美國的想法 讓我們台灣的產業在5G的磁板不缺席 而且能夠後製我們在台灣製造業的延伸到5G的通訊施打 這次國家最大的充值 讓我們的5G的環境帶給我們人民更多更美好的未來 讓我們的產業能夠利用5G的推子應用做更大的使命 打益國家的未來